這次我們會把份數玩來玩去 那怎樣玩呢? 例如畫面見到的這裡 我們左邊的圖可以形容為 把餅平均分開兩份 我們只拿了一份 這樣我們可以表達為二份之一 對了 同樣的情況 我們也可以說 把餅平均分開四份 我們只拿了兩份 我們可以叫做四份之二 又或者 再多砍兩刀 這樣呢? 一二三四五 六 七八 八份 我們一共拿了四份 那我們拿的份數 加起來是沒有變的 即是我們用顏色填的話 都是填這麼多 都是有這麼大份的 所以我們說二份一 等於四份之二 又等於八份之四 那 問題就來了 我們可以由一個簡單的份數 在不斷斬開很多不同的刀 變成了不同的數 那就很麻煩 為了避免這個情況 我們會有最簡單的份數 這個概念 最簡單的份數 顧名思義 就是說 份子和份母 是簡單到不可以再約的 怎樣為之約? 好像 例如這個 四份之二 如果上面除以二 下面除以二 我們就會得出 原本的二份之一 可以嗎? 那 同樣道理 這個 八份之四 一樣 如果我們下面 這個份母 除以四 而上面又除以四 也會得出我們原本的答案 二份之一 那 二份之一 就不可以再約做其他更加簡單的數 這個就叫做 最簡單份數 那如果數學少少說 或者專業一點說 我們就會說 份母和份子戶質 那 就真是無得抽 那怎樣為之無得抽呢? 那 就好像 如果你找到份子和份母 它的 H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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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不是等於1的話 那 就要約了 那如果不知道是什麼的話 那 好像下一條按 我們可以做一做的 那 那 這個就是 72 除以二 分之五十四 那 怎樣做呢? 很簡單 你看到 上面這個 份母 可以除以二 分子都可以同時除以二 那我們可以除 這個 54除以二 就變成27 72除以二 就36 那就無得除二了 但是二十七可以除三 又可以除三 之後又繼續除了 九三 二十七 三十六 除完之後還有十二 那 還有可以除 繼續除 那麼 三三 九 四三 十二 那麼 除到這裏呢 就無得除了 四和三呢 就叫做 互質的 那麼 你喜歡可以用這個 找XCF的方法來 介入也可以的 都是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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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理都是一樣的 那所以我們可以說 這一條 72 分之五十四呢 因為做最簡份數 就會變成 四分之三 OK 這個就是最簡份數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會說 關於假份數 如何轉大份數 那麼 一會兒就會說 這兩個東西 這兩個東西是可以互換的 那現在一開始才說 假份數如何轉大份數 很簡單 假份數的意思 重複一次 假份數的意思 即是份子 上面這塊東西 大於份母 大於下面這塊東西 上面大 下面小 就這樣 要轉的話 怎樣轉呢 我們可以 大份數呢 即是說 有一個 有一個整數 再配合一個份數 這樣 這個就是 大份數 這樣 很簡單 如果我們 三分之十九 或者十九 或者十九 可以直接除出來找個答案 用我們以前最簡單的除息 除出來就會有個答案 三 六 一十八 就剩下一 這樣 這個六呢 就是我們 大份數 的其中一個整數 大份數有兩部分 一個整數 一個份數 這樣 整數這部分 就是這個六 這個六 這樣 變成我把六拉下來 對了 這樣呢 然後 十九除以三 這個三呢 就可以成為 份數線下面的這個三 對了 也就是這個三 份數線下面的這個三 余數呢 就是這個一呢 余數呢 就寫過來 那這幾樣東西合體呢 就會變成 我們 所得出的答案了 那重複一次 十九 over 三呢 就會變成 六 又三分之一 就是這樣的 來多一條路 那 五十六 over三五 或者三十五分之五十六 同樣道理 我們 放下去 三十五 一個三十五 就是三十五 兩個三十五 就是七十個帶 不行了 那我們 放個三十五 下來 就是 剩下二十一 那就同樣道理 我們 正整數的這個部分 一 寫過來 一 又 三十五 你一拍 三十五 分之二十一 二十一 那 到這裡都很好的 但是呢 我們遇到的問題 就是 這個 不是最簡分數 沒有 可以是最簡分數的 那 如果不是最簡分數 我們就要驗清楚 要把它化回 最簡分數 怎麼化 就好像我們之前 找一下 二十一 三七 二十一 七五 三十五 大家都可以找到七 上面變成三 下面變成五 下面變成五 所以得出來的答案呢 就 五十六 over 三十五 就會變成 一 有五分之三 又來下一條 這條呢 我們是要把 大分數轉成假分數 那 不需要重複 這個 大家都知道要做什麼 但是怎樣做呢 就很簡單 我們只要把這個整數 成為 分子 對分子有貢獻 那怎樣做呢 我們就把這個 整數的部分 成以分母 分母 加上這個 9 對 然後除回 這個 分母 大功告成 加上計算 八三二十四 八一只有八 一百零四 加九 除以十三 剩下一百一十三 除以十三 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答案 也就是 寫多一次 八 的十三分之九 就等於 一百一十三 over十三 那 來多一條 又是 這次是 這次是 乘以下面的分母 乘以十五 再加 二十四 除以十五 也就是等於 六乘十五就是九十 九十 加二十四 就是 一百一十四 除以十五 這個就是答案 六 又十五分之二十四 就等於 一百一十四 除以十五 這個就是答案 那 分數 互相玩來玩去 就可以說到這裏 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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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